吳妙 我沒有喜歡這個湯耶 我以為它是餵糖球會用得很重 很偏甜 所以我們現在講 我們現在又到台南或嘉義了是不是 怎麼辦 這個 這個是誰推薦的 網友嗎 是 是 新加坡必買商品 大集合 網路上面的網友們神通廣大 大家常會推薦說 這個好吃這個好用 那個怎麼樣一定要買怎麼樣 但是 老實說 很多東西都是 敗句其中 所以今天李悅呢 要來給大家 好好的評鑑一下 我們來開箱這些網友們推薦的東西 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吃 首先第一樣 我覺得這應該很多人都吃過了吧 我們今天準備的呢 是鹹蛋黃口味 都是鹹蛋黃的 只是一個是Potato 一個是魚皮 這就是每個來新加坡的朋友們都會買 好 那我們就是要來吃它值不值得買 因為我聽到價錢了 我覺得好像有點貴耶 兩百一十七一包 我以前吃的時候我不知道價錢 當然也沒有說很少啦 但是我就覺得好像有點貴耶 哦嗯熟悉的味道 來給大家看一下 掌聲 你有喝過嗎 沒有完全沒有 看得出來我多想吃嗎 馬上回答 但我覺得它現在油味有點重 我之前有一群朋友他們是說被搶著吃完 但又有另外一群就是完全不吃這個 它的那個蛋黃味 我覺得以前怎麼覺得好像比較重 沒有耶完全沒有蛋黃味了 人家在吃放大版的小魚乾而已 你知道我選的話我會選這個 它的那個油味比較沒有那麼重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魚皮的關係 它這個吃起來的那個蛋黃的味道也在重一些些 可是重點來了 價錢真的太貴了 接下來呢要來介紹的就是這個 這個是辣椒螃蟹風味拉麵 那這個呢我們買到的時候是一整大包 四包 然後呢折合台幣算起來呢 四包就是台幣290 一包就是台幣72塊左右 一包台幣72塊 那它要給很好吃哦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要來吃吃看這個 辣椒螃蟹麵 福森你應該要穿西裝啊 好我們先聞一下味道 嗯 好香喔 算蠻香的啦 大半夜的人在那邊吃泡麵 現在整個房間都是這個泡麵的味道 不好意思喔貓舌頭 其實我剛才在煮的時候 為了吃那個麵條的軟硬度 我有吃個人覺得很普 好普喔 有夠淡的耶 我是覺得沒有到很淡 它的麵條算是蠻勁道的 嗯 它麵超難煮軟 對就是不是那種普通泡麵 所以我覺得它可能第一個貴有貴在這個麵條喔 我以為它是會蠻 那個螃蟹味會很重 然後鹹鹹的味道 它就是偏甜耶 所以我們現在怎樣 我們現在又到台南或嘉義了是不是 但沒有不好吃啦 它麵條像什麼就是比較硬的鍋燒意麵 有點番茄 有點辣 但是你說螃蟹我有點喝不出來 螃蟹真的沒有 嗯 我沒有喝出螃蟹的味道 如果這樣子讓我當一餐 我是覺得可以啦 那我們現在的重點應該在於 它值不值得被大辣這樣推崇 它的價位畢竟是一包七十幾塊耶 我覺得它不會到必買耶 我覺得它這個辣 應該蠻多人不行的 它這個比較偏 有點死辣 所以會有點嗆 但一般很香的辣椒其實不太會嗆到的 下一個呢是這個 新加坡熱沙全麥拉麵 來試吃看看 太慢了 謝謝您 欸這個香味 因為我吃過類似的料理啦 這個香味就有聞過了 無妙 我沒有喜歡這個湯耶 我覺得應該是說個人口味 如果這個跟辣螃蟹比 我好像比較喜歡吃辣螃蟹 因為是全麥拉麵的關係 所以它的麵條的那個香味跟香氣 我覺得在吃的過程中 它有一點點干擾到它原本那個湯的味道 一包八十塊喔 雖然它的份量很多 嚴格算起來呢 它沒有難吃 然後也算是CP值還算OK 所以可以推薦給你們喔 接著呢就是這個 洋芋片界的愛馬仕 這味道很重耶 它其實有一點點 超過黑松露的那個味道了 就是黑松露又外加一些 柴火煙燻味 又外加一些 煙燻臘腸味 又再加一些 煙燻起司味 這複雜喔 層次很多的味道 它是這種 波浪的 波浪的 230台幣 新幣10塊多 它那個香味 你吃下去的時候 它進到你的嘴巴裡面 並不是那個松露的香味 蛤 就只是聞起來有松露味 一點點而已 主要是因為 它太貴了 它沒有不好吃 你這樣看應該都看得出來 它上面那種有一點顏色比較深的 其實那個都是油 其實我沒有很喜歡波浪 因為我覺得波浪的 跟一般洋芋片 波浪的偏硬 然後油味 跟價錢太貴 所以 所以 我不太推薦 我有吃到 跟它 一樣好吃 然後也是 飛松露類別的 就是 旁邊這個 這個就是我有吃到 我覺得蠻不錯的 它只要 一塊新幣 這個要 十塊 你看這個差距有多大 那如果你們想要知道 比這個好吃 只要一塊錢新幣 台幣23塊的洋芋片 是什麼的話 請看另外一支影片 下一個呢 要來介紹的是喝的啦 長這樣子 這個是草莓口味的 然後這些都是一樣的口味 調味爐的感覺 四瓶在一起 然後又有那個 漫威的圖案在上面 所以小孩可能會很喜歡 你看 鋼鐵人 美國隊長 蜘蛛人 六十六點九四然後四瓶 四瓶嗎 對 蛤 一瓶這樣十幾塊 怎麼了 我覺得每次月歌評鑒的時候 都會先露出一個 爛個美所思的表情欸 怎麼辦這個 這個是誰推薦的 網友嗎 不是 是十二瓶 藥濃不濃 藥淡不淡 然後 很 很香精味 我是爸媽的話 我就不會給小孩喝這個啊 我會覺得 它是不健康的東西 它上旁邊有寫喔 它要富含了 維他命 A B2跟D3欸 要寫大家都會寫啊 就是 這種東西你只要有 添加一點點 你就可以說你自己有啊 然後我到現在都 覺得喉嚨不是很舒服 所以要介紹最後一樣囉 白咖啡 很多人來新加坡一定會買這個 洋發白咖啡 好那這個算蠻大包的 這一包這麼長喔 對啊 這是很意外 然後15條啊 一般是都覺得是這種 對啊 一般我們要泡 哈哈哈 差很多欸 新台幣 一百五十二 這一包 一百五十二而已 嗯 那它紅的原因很明顯啦 小狗大 對啊 歡迎您上的是白咖啡 蛤 這個對我來說太甜 但你說 如果它 現在 再加一些冰塊 讓它稍微有點融 然後變得有點冰的話 我覺得它是好喝的 亞發 推薦給你們 我覺得這個不錯喔 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 新加坡網友推薦 然後我們有稍微為大家 呃 評比一下 哪一些是真的很值得買的 哪一些可能是你們需要多考慮的 這個 還算是值得買 只要你們覺得 價錢的部分你們不會太在意的話 我覺得這個吃起來的口感 算是不錯的 然後再來的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 泡麵類別的 我個人是喜歡 辣椒螃蟹麵 黑松露 兩百多塊 這個我 推不下去 這個 香精味太重了 我也沒有辦法推薦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它是不健康的東西 這個不推薦 亞發白咖啡 這個很推薦 因為呢 這個一包裡面 15條 一條差不多台幣10塊錢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新加坡網友推薦 的這個排行榜 有一些推有些不推 但是都是個人的體驗 所以僅供參考 希望大家呢 如果有來到新加坡 你們有找到什麼樣 你們覺得更厲害的商品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區告訴我們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囉 我們下次見 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你們是不是覺得我們每次這樣講 都是一個常常講的話 那你們都沒有真的這樣做 那我們就拜託你們 真的只有 沒有人要兇人 謝謝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李未來開箱 下次見囉 掰掰 你泡太甜了啦 我現在看到後面的對比 我還泡太淡欸 你還泡太淡 他很不服氣 對啊 他覺得我們污蔑他的廚藝 那我跟黃媽道歉 就是 我們讓你小孩子 在馬來西亞不開心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